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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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國慶閱兵空軍戰機 噴出藍白紅三色彩煙 掠過凱旋門 超過4000名武裝部隊成員 69架戰機和39架直升機 大陣仗展現法國兵力 不過吸走眾人目光的就屬他 190公里時速飛越歐盟領袖面前 空中飛板上的前水上摩托車選手 飞舞长枪 飞行姿态惊艳全场 法国总统马克宏面子十足 但光是阅兵气派还不够 法国卧卿日前一天 马克宏就宣布 法国即将加入太空站的航列 预计明年九月 就会成立太空指挥部 除了加强法国太空能力发展外 更能以主动方式保护法国卫星 预防外国卫星的间谍行为 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就签下行政命令 宣布在2019年底就要设立太空司令部 中国和俄罗斯在近年来 也都有意加强太空军事能力 虽然可能不像星期大战电影中 上演刺激的太空追逐战 但面临中俄威胁禁逼 北约也拟定在年底将提出首份太空战略 世界强权纷纷组织起太空军力 未来战场看来真的得飞向宇宙 三星五条文报道